随着国家脱贫攻坚和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 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居民 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从收入增长上看 2011年至2020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联军民意增长10.6% 联军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.8个百分点 从城乡居民收入比来看 这个是我们通常用来衡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逐年下降 从2010年的2.99下降到2020年的 2.56 累计下降0.43 2020年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比啊 2019年 又下降了 0.0% 这也是 党的18代以来下降最快的一点 对 党的18代以来下降 这也是 对 党的18代以下降